多家媒体报道,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将于4月4日至6日过境洛杉矶, 其间将在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演讲, 同美国国会众院议长麦卡锡等美官员会面。 对此,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发言人表示, 中方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过境为名搞台独分裂活动,破坏中美关系。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, 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、任何理由串美, 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, 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。 蔡英文以所谓过境之名行官方往来之时, 会见接触美政府官员、议员并公开演讲、大搞政治作秀。 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, 执意安排蔡英文过境,纵容支持台当局谋独行径, 中方对此严正抗议,予以强烈谴责。 麦卡锡众议长是美国会领导人, 是美政府第三号人物, 无论他以何种身份与名义同菜会面, 都是又一起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行径, 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, 无异于地区和平安全稳定, 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。 中方将密切跟踪事态发展, 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中方密切跟踪事态发展,